接下来方程老师要介绍的是第五题 他将y等于log以三为底x对数的图形 对称于x减y等于0 对称之后呢 他的图形跟直线y等于2交于a点 请问a点的坐标是多少 好那这个题目要怎么样来解呢 首先我们发现说他是要先跟这个x等于y就是y等于x x减y等于0就是y等于x的图形 好那他对称我们知道说 这个y等于log以三为底x的图形呢 他是跟对称x等于y应该是跟 好这个 y等于log以三为底x图形 对称 这个x等于y或者y等于x之后呢 他其实他的图形就是y等于3的x之方 好所以他对称之后的图形就是y等于3的x之方 log以3为底然后2的对数 这表示3的x之方等于2 3的x之方等于2 所以就是表示成这样 所以x是这个 那y其实刚才讲的y就是2 那所以这个a点的坐标呢 就是x的坐标是log以3为底2的对数 y的坐标就是2 这是我们的答案 这样有问题吗 谢谢大家 blog与3 感谢观看